回江西了,在甘肃待了差不多六天了 昨天上午十点钟准时出发 到现在凌晨刚好一点钟 一口气跑了十五个小时 躺不住了,休息一会 睡一觉,明天一早再跑 剩下不多了,还有六百公里 这十五个小时只跑了一千多公里 一千一左右 路上堵了一个小时的车 上了七次厕所 四次小的,三次大的 上厕所的冲突,吃了两顿饭 耽误了点时间 这个车老了,七八年的车了 开不动,开得比较慢,安全第一 现在扛不住了,休息一会 现在湖北的安路服务器 挺漂亮的,挺大的 土豆妹睡得香得很 真想给她呼一巴掌 接着出发,昨天晚上睡了五个小时 从一点直到六点 俄州服务器 来 先吃个早餐 吃完早餐再跑 不用急,马上到家 到了湖北地界 这个热干面 必须得尝一尝 以前在外面上班 也喜欢吃这个热干面 我就是用热干面 马烫 把土豆妹拼到江西的 看着好有味道 这一份多少钱 一份啊 十五块钱一份 我觉得挺贵的 十五啊 这是在湖北的地界 吃的第二碗热干面 味道还不错 娶一个这么远老婆 真不容易 早知道下次去近一点 还有机会 读书的时候地理没学好 不知道江西到干 到干肃的多远 留到个概念 我回来了 我的大心干 终于到 下高速了 还是家里空气 一回来就下雨 我们这边雨去比较多 拨路费 从干肃到我们家 908 去的时候便宜一点 去的时候 我十二里之前 下了趟高速 免费了两三百块钱 这样算起来 以后去的话 有一千八百多块钱 那个拨路费 油费两项 三百三三百三六百六 差不多七百点油费 二千五 二千五左右 那比 坐车要贵好多 人多了算一下 人多多少钱 以后都大了呢 是吧 以后就开车群 反正太习惯了现在 说快不快 说卖不慢 第二天就得到 一天一夜 人多的话 开车就划算 是吧 如果一个人的话 就坐车比较划算 到家了 跑错方向了 萌萌 跑错方向了吧 你 你 哥哥来不下 哥哥来 哎 事严 乖 来 爸爸给你带了一车礼物 看一下 什么呀 这有车礼物 你带了一包一包一包 来 少了 来 叫拿来 搬东西 搬东西 长大了 我也没有啊 我也没有啊 你看 我也没有 你看一下 我也没有 嗯 有 都有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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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马喊 好了 就这样